在人类的载人航天历史上 航天飞机无疑是里程碑式的存在 这种可以自由往返宇宙与地球之间的飞行器 既可以重复使用 还有着巨大的承载能力 理论上可以重复使用100次 还可以运在30吨左右的货物上天 并运回十几吨的货物回来 每次还可以带上3到7个人 这对空间站的对接 停靠 执行人员和货物运送等任务 都有着巨大的优势 可是突然之间 航天飞机好像消失在了历史里 没有再使用过 这是为啥 在耗资巨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结束之际 NASER还没有从探索太空的热情中走出来 他们认为需要建设一种 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工具 以便于实现太空往返 于是1972年1月 美国正式把研制航天飞机空间运输系统列入计划 并确定了航天飞机的设计方案 40年前 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架航天飞机 名字叫哥伦比亚号 18米长的机舱能装运36吨货物 24米的驿站 54米的总长度 外形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三角翼飞机 1981年4月12日 两位宇航员驾驶着这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飞船 开始飞行测试 航行了54小时 绕着地球飞了37圈后 顺利着陆 这也被NASER称为历史上最大胆的是非 哥伦比亚号一共执行了28次航天任务 运输宇航员120人次 此后NASER前心研制新款航天飞机 试图将宇宙航行变成像上下班坐地铁一样简单 第二架航天飞机叫挑战者号 1983年4月4日正式进行任务首航 第三架航天飞机名字叫发现号 于1984年8月30日进行了首度飞行 1990年发现号把哈勃望远镜送上了太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项目 1985年10月3日 第四架航天飞机亚特兰第四号首飞 并执行了重要的飞行任务 将两颗国防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 1992年5月7日 奋进号执行了首飞任务 这也是美国最后一架服役的航天飞机 航天飞机相比于其他的载人返回舱 优点在哪里 设计的初衷是可以重复利用 来降低每次的发射的成本 以及载人飞行的安全和便利 然而这些理念却都没有实现 哥伦比亚号飞行了28次 搭载了160人 挑战者号飞行了10次 搭载了60人 发现号飞行39次 搭载252人 亚克兰蒂斯号飞行了33次 搭载207人 奋进号飞行25次 搭载173人 美国历史上的这5架航天飞机 一共飞行了135次 而他们的花费是多少呢 超过2000亿美元 平均下来 每次飞行要花费15亿美元 这是NASER一整年的航天预算 成本超高的主要原因 在于回收的成本大大超出了计划 原来以为单次花费6000万美元 就可以完成回收及各项维护 实际上由于航天飞机的超过 250万个零件过于复杂 每次回收成本都在4到5亿美元 是计划的10倍 价格贵是一方面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安全性实在不高 北京时间1986年1月29日 在肯尼迪宇航中心的发射台 挑战者号将进行第十次任务 然而在发射后第50秒钟时 有人发现航天飞机右侧固体 助推器侧部冒出一丝丝黑音 到了第73秒时 航天飞机在空中发生了解体 7名宇航员瞬间化成交叹 此时 全美的学生们都在观看着 全程的视频直播 2003年2月1日 哥伦比亚号在德克萨斯 与路易斯安娜上空载入大气层 这是他的第28次飞行任务 前27次的成功 已经让机主人员 对这架庞然大物无比熟悉 然而灾难就在不经意间发生 在飞行过程中 它的外挂燃料箱 隔热泡沫脱落 这块仅仅只有0.77千克的保温材料 还是在哥伦比亚左翼房热瓦上 砸了的小洞 哥伦比亚号带着这个洞 在太空飞行了16天后 在降落时与大气层摩擦 此时巨大热量透过这个伤口进入机体 引起爆炸 飞机上的7名宇航员不意生还 这两次载入史册的航天事故 对正在彭博发展的美国航天事业 造成沉重打击 一度停飞数年 2004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发表演讲 正式宣布航天飞机将在2010年停飞 2010年9月 美国航天飞机 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之后 美国的航天飞机时代正式结束 挑战者号升空失事 哥伦比亚号载入失事 14名航天精英血洒太空 航天飞机从此气质进来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 在坚定搞宇宙飞船的正确技术路线下 中国的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接连成功 令世界承载 而在此基础上的天宫空间站 天舟货运飞船 探阅工程也相继取得阶段性成功 更是惊艳世界 如今中国人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五星红旗再次在太空飘扬 盼望英雄的航天员们 在圆满完成祖国使命的同时 平安归来 接受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给我国航天科技点赞 给宇航英雄点赞